嗨 我是六指淵 你們覺得人平均多久會講一次謊話 有時候我們出於好意或惡意 可能都會說謊 像小時候說手指的月亮會被 或者是喝牛奶就會長高這種歪道理 我一直很好奇如何辨別人 什麼時候在說謊 所以我這次在暗網買了一個測謊機 哇 送到了 來開箱給大家看 到底什麼是測謊機 覺得不是那種整人的玩具啦 等一下 有點難開 來 準備好囉 哇 哇 欸 這造型感覺很奇特耶 這個燈泡感覺是測謊 它會發亮嗎 應該就這樣裝上去 然後這個感覺是什麼 某種腦波偵測儀的什麼東西的 有沒有使用說明書啊 喔 氣泡紙 沒東西 欸 下面有寫 感覺它是用紅外線的原理 去偵測人的心跳還有血液的反應 到底是真的還假的啊 我們來測試一下好了 好 總之如果說謊 那這個燈泡就會亮起來 那如果沒有亮就是說實話 我就先幫大家測試一下 我是六指淵 沒亮 所以是實話 我有六根手指 欸 亮了 所以它只好在說謊 我昨天沒有洗澡 早餐內阿里都叫我帥哥 看來這個測網機還滿準的啦 幫大家測試過了 我們到外面來實際游泳看吧 欸欸欸 先生先生 蛤 一起做做愛心 買支愛心筆好嗎 喔 你說謊 我沒有說謊啊 這是我們為生障人士 專門做的愛心筆耶 你只要說謊 燈就會亮 你哪有這種事啊 我這筆很便宜 一支只要三百耶 我們這捐款 會全部捐給慈善團體喔 我們很有愛心 我們一起做愛心吧 不要 你說謊 你不要再騙了 你瘋啦 什麼測謊機啊 人本來就會說謊啊 難道你不說謊嗎 算了 跟你講話浪費時間 有 有外星人 什麼外星人啊 笑死人 啊 真是的 我們活在一個充滿謊言的世界 還是待在家最安全 啊 想學會電影 MV特效 想用特效 跟上實事話題 快訂閱六子淵 十次特效教學 教你用最快的速度 最簡單的方式 學會最新特效 立即掃描QRcode 一起讓影片開外掛